当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 大概都会把这句话说出来 上个月我回国小看老师的时候 就想起何招老师叫我带他讲的演讲稿 妈 我回来了 我不晓得大家对国小怀念的程度有多少 饮水思源 假如我们不怀旧 同样你喜欢我吗 你不喜欢人 别人怎会喜欢你呢 我是真的吗 你不以真诚待人 对方最多只会受骗两次 所以本次演讲的目的 我要真心待人 下列是何招老师 所写的一个小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三年级的同学 他的弟弟在一年出来 所以在学校并不用工 抽烟 打架 偷窃 勒索 逃学 逃家 反抗老师 以成为他日常生活的方式 有一天他居然跑到老师的办公室 找他弟弟导师问起他弟弟 哎 老师 我弟弟在学校有没有不听话啦 或是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啦 对不对 只要他不乖 你随时可以打他 骂他 看好学生就好了啦 同学 讲老实话 你是本校最坏的学生 行为恶劣 百劝不改 你都把打架 抽烟 偷东西 当成家常便饭 你可以 你弟弟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不是常常要求平等吗 请大家留意听 这位同学的回话 我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嘛 对不对 那工作对我来说 我什么都赶不上人家啦 当然以后不可能有希望了嘛 另一方面啦 生活是一两串的偶然嘛 他习惯的养成 就像电视剧上面说的什么 人在江湖啦 真不由己啦 对不对 他是我弟弟啊 我绝对不能让他成为 另外一个小混混啦 各位同学 何招老师说 老师 是你们的大家长 就跟你们的父母一样 比那个哥哥 更关心他弟弟 再会 拜拜 谢谢 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